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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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eits jevendio 那么下面呢 就开始为大家简单的 讲一点我们的白化佛法 经常说修行 以健性为主 健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究竟 学到究竟 究竟是什么 究竟就是在我们的 学佛当中啊 没有受到污染 没有受到那种幻化 这个世界的这个污染 然后呢 是完全呢 是有自觉的 觉悟的心 所以呢 很多人呢 要想正图题 这个 一心一意想正图题 但是呢 都是因为不能明心见心 不能明心见心的话呢 你可能就不能达到究竟圆满 你就不能深刻的理解佛性 所以呢 学佛当中呢 因为有 菩萨都有这个修正的次第啊 菩萨修正的次第呢 在这里呢 稍微跟你们讲一点知识 就是有五个二个 五十二个这个结尾 一阶一阶的位置 嗯 对啊 那么 见性的人呢 就是我们说超脱六道了 为圣者 出地菩萨呢 见性 这个 稍微比二地菩萨呢 这个 差一点 三地呢 胜于二地 四地呢 胜于三地 就这么 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以见性 见性 见性什么意思呢 就是见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本来面目就是我们佛陀讲的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讲的 不生不灭 达到涅槃 这自信 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呢 要达到不生不灭 这个佛性 也就是说 从你的本性当中 生出来的 一种自信 把这个自信修出来 你就叫涅槃 所以 断生死脱六道 实际上 就是你已经达到涅槃的自信 所以呢 一念清静 我们说 绝千古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人呢 如果清静的心啊 亦有了 对不对啊 我们说 在这个 这个说 一千年啊 当中啊 他是举个例子的 就是说你 跟过去的一切都告别了 是这样的 因为你 在学法当中 突然之间 你见本性了 实际上你就在 这个人间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经常说 这个精神 已经修到菩萨界 修到佛界了 那你 这个人 已经不是 在人间的 这种人了 因为已经 没有了 已经不是在人间的人了 因为 那这种人 没了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